謝謝大家回到現在才知道 我是Kenneth 我是Janette 現在溫哥說是年初一 我想香港的朋友應該已經是年初二了 祝大家新年快樂 財源趕盡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祝大家 今天你說什麼好呢? 其實不如說說減肥 因為新年大家也有吃年糕 我都肥了 不要開玩笑 聽說今天有人說你在健康上圓了 不要緊 這是OK OK 教練我真的很傷心 我最近肥了三磅 減肌都搞不到 我一個星期已經去六天健康 那怎麼辦呢? 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多了這個磅 你的表現有沒有進步? 就沒有 就是這樣 那你睡覺睡得好嗎? 睡覺睡得好啊 吃又吃得好啊 那你開心嗎? 開心的 開心就有得去 OK 如果你減了三磅 而令你不開心的話 那就不好了 因為我們最終減肥 或者身形改造 最終目標 是令到自己開心 如果你脫了衣服 看著鏡子的話 你都開心的話 你都接受到自己的話 是OK OK 你最終要開心 接受自己 這樣就可以了 OK 是呀 我現在設定自己的目標 都不會說洗得那麼高 其實就是我 那麼多 就是反而怕 有時候減太多 我就會很容易脫髮這個問題 是啊 我就比較緊張 我真的很貪美 就是我希望頭髮健康一些 現在我覺得 是健康了 那個人都 就是又有精神 吃得好 睡得好 那 就是 三磅 不是多 就是要減可能兩個星期 都減到的 我覺得 我覺得 你呢 最好的一件事就是 什麼呢 你會每天都會 確認自己 那個體重 就是每天起床 同一個時間 穿同一件衣服 去磅 去保持自己 去負責 對自己負責 可以知道自己 多了多少 然後可以控制食物的份量 然後我會隔一天 我會幫助 再量一下 脂肪 量一下 脂肪是多少 如果是多了 他會自己做多些 或者吃少些 去adjust 自己的卡路里 那如果 比如他脂肪其實不多 他 說自己重 其實他脂肪也是14 14 的意思是什麼呢 對我來說 是14% BODY FACT 就是女生 你如果14% BODY FACT 其實是 是 lean 的水平 基本上是 lean 不是肥 所以他多了三磅 I don't care 我 care 他的脂肪有多少 反而是 重 當然是不想的 不過呢 我就 這麼多年 維持著 就是 不讓自己重多於五磅 五磅是一個 warning 是 因為很容易的 如果你五磅 又不理 然後 容易重了十磅 你一個月你重一磅 你一年你重十二磅 是啊 到時就真的很難減 其實幾磅就很容易 就是要立刻注意你的飲食 嗯 我想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一磅的BODY FACT 按書本來講 等於多少卡羅里 好像是三千五磅 是啊 三千五磅 那如果每一天 500卡羅里 你要七天 才可以減到一磅的BODY FACT 如果你多了五磅的話 哇 你便要很長時間 才去減回那個磅 所以我們要控制 因為其實呢 我們晚上和早上起床 其實相差 可以相差兩磅 所以 depends你之前那天吃過些什麼 都會影響今天那個磅數 譬如我們昨天 可能是九點鐘才吃完飯的 第二天的磅一定是重的 如果我知道 我之前那晚是七點鐘晚上吃完飯 到第二天七點呢 有十二個小時的GAP 其實那個磅又會少些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你要怎樣去磅呢 睡覺之前又磅 早上又磅 這樣呢 比較 Discipline些 然後去monitize自己 這些不是OCD 這些不是Oxessive 這些只不過是 和自己有個交代 我覺得 那就是 我們有做Ways那些 那我們會看那個磅 是不是不需要看那個磅 綁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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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自己有沒有重做 是的 綁緊要 但如果不做Way Training那些人 那是否只是單看綁呢 綁緊要 綁緊要 Body Fat Percentage都重要 所以呢 你要買那個磅 是有 可以量到你的體脂 如果你不知道體脂的話 只要看那個磅 不行的 不可以 因為 你除了減到你的磅 可能只是 減到你的肌肉 如果你不做Way Training的話 你可能只是 Lose Muscle 那是最危險的 所以大家 減肥的時候 一定要儘量去 儘量去綁緊自己的 肌肉 不要跌 OK 儘量只是減肥的 這也是一個技巧 所以 你要跟教練去 互相去 多些溝通 多些交流 那我就會給你一些意見 你怎樣可以 綁緊這個肌肉 多些少 那減肥 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磅 一定要 不單止放你體重的磅 還要放食物的磅 你也要知道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最好的時間 我們聖誕的時候 當然會吃得多了 然後 新年 我一月生日 我通常生日那個月份都不減 然後又過了新年 那現在是不是最好的時間 那你真的沒有什麼藉口 再吃大餐 對 所以由現在二月去到夏季 其實這段時間 我想有六個月時間 基本上可以分開 十二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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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去計劃自己 就會好些 譬如我這三個月 我要達到什麼 譬如二、三、四月 四月之後 可能是減了一些 然後是保養 之後六月 保養之後再減 就會好些 就要分開三個階段 就不要打算 半年 all the way 減二十磅 這樣 就比較激烈 盡量不要太激烈 慢慢一步一步來 那你建議 譬如 當我又做 weight training 那你覺得十二個禮拜 或者每個月 那個fat percentage 應該減多少 是最適合的 我最保守 最保守 最保守 一個禮拜減1% body fat 其實是最 都很好的 減到1% body fat 或者我們叫 skinful 譬如我量 肚子的位置 如果一個禮拜減到1mm的話 其實是很好的 這個就是calibur 我就會用這個器材 去量度 skinful 譬如 如果我量度的 譬如今天是10mm 我會量度肚子的位置 10mm的話 就是代表10% body fat 這個是我自己定義 然後如果你量度9mm的話 就是9% body fat OK 我會用這個做reference 嗯哼 那你 我想問你肥和瘦的時候 就是脖子的 body fat 是差多少 如果呢 如果呢 最extreme 因為我們建議比賽 Under 5 的 一定是Under 5 即是去比賽的時候 對比賽Under 5 但是呢 比賽是extreme extreme 就是什麼 不是sustainable 不是sustainable 是for比賽的 或者是for影響 影響可能6 比賽就Under 5 OK 那我現在的 培圍在8-9mm中間 那我覺得這個是sustainable 還有 為什麼他們來知道sustainable 呢 我很容易recover 我又可以lift the weight OK 還有那個performance很好 就是我們做教練 不要只是看 你吃多低的calorie 那你除了控制calorie之外 你還要去 monitor 你在健身室的表現 如果你運動表現很差的話呢 其實都很影響你的 muscle mass 或者你其他 在健身室的情況下 那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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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教練其實也很緊張自己的肌肉 那種影響 那種影響 所以我們一定要 所以我們一定要 看到自己肥一點 你就要立刻 take action 去調整自己的飲食 那種calorie控制 那所以我會叫我的學生 每兩個星期 會發一些照片給我看 看看自己有沒有肥 因為我看不到他 那每一天 都會發他的 body weight 給我的 那每星期 他又會傳到 body fat percentage 給我 那可以多些 data 多些照片 去 monitor 這個 progression 那我就想 挺有趣 有人就跟我說 我肥了 他就說 不要緊要 你多quota 那其實你比我更加多quota 那你怎樣看呢 就是說 是不是覺得自己多quota 可以亂吃東西 都不是 每個人的quota都不同 譬如 有些人當 兩個男生都是170磅的 兩個男生 但一個是 長時間坐在辦公室的 坐在那裡 一個是很active 沒有時間坐在那裡 那大家的leads 都不同 大家所吃的calorie都不同 那變成了 整天很active 那個quota 就是多過 整天坐在那裡 雖然是同一個重量 那可能跟 muscle mass body fat percentage 都不一樣 所以 對的 是 好像你經常做家務的 沒有時間坐在那裡 那 你如果多quota 你又會去做健身的 又會出去走的 那 很正常 很fair 就是你走得多 動得多 那你自然會多quota 如果你整個都是打牌 坐在辦公室 或者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那 那 對的 你不要抵抗的 我真的覺得 就算你肥也好 就好 不要因為 我減了一些 然後我亂吃 那其實 不關事的 就是你 你都是要 watch你的 diet 對 即使你吃零食 OK 但你都要 控制 你都要控制 是的 如果我們入 food gallery 那你最好 就連零食都放進去 很多人呢 就只是入 主題 進去 但是沒有 零食的 零食的 更多 你說 是不是吃飯 可以減肥 yes or no depends你吃飯 以外遲的 吃什麼 所以吃飯 可以減肥 白飯就不太 是的 其實很少 就是飯 你說是不是吃飯 可以減肥 不知道 如果你不吃飯 而吃兩包薯片 的話 沒有人幫到你了 我認識很多人 他看起來就不肥 但是呢 肥在肚腩上 不知道是不是中年發福 這些 應該怎麼減呢 喂 我 快要45了 那我就是中年 又不叫我中年發福 不是 不是 多數呢 中央肥胖那些 男仔女仔也好 基本上他們從來都不做 shrink training 就是重訓 或者他們沒有 monitor 的 diet 就會是中央肥胖 很多數都是這樣的 有時候 尤其是我們那些年紀 比較30歲以後那些 多數都是肥在腰上 所以 一定要 monitor 腰 你除了你度 磅重 Skinful 還有度你的腰圍 OK 千萬不要讓腰圍 粗過你 heap的尺寸 教練 有些人跟我說 你真的很羨慕 你也好 有教練看著你 你一定不會肥 那我就想為這件事平反 其實有教練是否有好處 那我都承認我是比一般人的 knowledge 是會比較多 那就是都知道怎樣用機 啊 怎樣做 weight training 啊 那但是 教練有沒有說 要迫我去做運動啊 或者跟我一起做呢 是沒有的 那我一個星期做六日呢 都是自己去健身啊 那真的是 減肥這件事 真的是靠自己 就是沒有人能迫你 因為如果要人每次都迫你 就是說其實你都不是 motivate 你是不想做那件事才會人迫 那如果你覺得是被人迫去做呢 你是不會長久 那我呢 所以就反而 就真的喜歡做運動 反而不做那天 冷氣好像在欠缺點東西 那我做了之後 心情又開心一點 那我又可以 就是我又不是太 restrict 我的 diet 就是喜歡吃的東西 又吃一點點 就是都控制 總之 within 範圍之內 是 OK 就是 真的減肥是看自己 你不要覺得我有 advantage 多一點 其實就是你聽多些教練那些 那些Instagram YouTube 其實你都可以學很多東西 但是 做不做那一刻呢 就是 就是要靠你自己 嗯 還有你自己想要些什麼 沒有人能迫你 就算 對 one-on-one training 是不是真的 work呢 如果你一個星期 只跟我兩天的PT session 但是 其他時間 在G2的時間 你是 亂用吃東西的 沒有discipline的 不走路的 你都未必在方道的 即是 動了那個不動 但是 都未必有會受 看你自己喜歡什麼 你喜歡那樣東西 你喜歡漂亮的身形 你就會去做的了 OK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沒有人逼到你 譬如你喜歡 我喜歡吃東西 吃東西令到我開心一點 做Gym令我不開心的 那你就不會去選做Gym 你就會去吃東西 那你要接受那個結果 那譬如 我打算想Summer 練到好的身形 那其實應該什麼時候 開始去做Planning呢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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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要開始 Plan你的計劃 一定要 否則Summer 先去選 It's too late 那你會建議 譬如我 當我定下這個減肥計劃 那我第一步要做什麼呢 首先 要量度體重 體肢 無論你在家裡的榜 也都可以 For reference OK 未必是最準 但是好過沒有 OK 然後量度你的腰圍 HIP的尺寸 然後可以 拍照 Default photo 前面 後面 側面 這樣 然後每個星期 做同一樣的事情 Body weight 其實你每天都要磅 我會吃 因為你每天 Body weight 都會震懼的 可能兩磅 今天可能是 130 明天132 然後130 132 這樣去做 但是 Planetal graph 都是直線 如果你的Body weight 一直都是平的話 你可能在吃什麼呢 你吃你的卡路里 是健康 你一定要吃低 你的健康 就是Deficit 你唯有Deficit 你才可以減到你的脂肪 或者你的Body weight 就是說 如果他的脂肪是平的話 要麼你就做多些運動 要麼就吃少些東西 是的 Deficit 哪個做哪樣 哪個做 Rate training 和你的控制卡路里 那你出來的效果 就會漂亮 身形 那如果不想煩 我當時見過一些朋友減肥 他每天都吃同一個餐 那是不是會 你覺得我不行 沒有問題 每天都吃 每天都吃雞肉 加沙律 這樣 那是OK I don't mind I don't mind Work 就Work了 因為寫food diary 都是 是我覺得減肥之中最難 那樣東西 food diary 習慣 是的 因為出街又會 難度高一些 如果吃那些東西 還是不應該吃 如果有些人減減一下 便會平了 OK 減減一下 每個人都會 那你就要調整 調整什麼呢 要麼調整卡路里 要麼調整你的力 即多走多步 那夏天一定會動多些 冬天會動少些 那是否冬天應該吃少過夏天 慢慢 譬如你現在正在吃多少卡路里 慢慢減下去 譬如你現在正在吃1600卡路里 你便先吃1500卡路里 一日減100 一個禮拜也減700卡路里 你便慢慢減下去 記住 一磅的body fat 是要3500卡路里 你便慢慢減 減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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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也比沒有 好嗎 那我想問你 譬如 他可能的maintainance應該是1600卡路里 但是他減多一點 只吃1100卡路里 那 會不會有效的呢 會不會有效的呢 會不會有效的 OK 不要太極端 慢慢來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人一開始就很衝動 很充滿 去減兩萬筆之後 你便會忘了 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慢慢 Consistence是最重要的 不要極端 不要極端 因為大家大部分的人 都不是去見尾 或者怎樣 OK 又不是像我這樣 要去減榜參加比賽的話 大家如果 大家都是 Journal preparation的話 不需要極端 不要極端 不要極端 即是他的榜如果跌得快 去升的機會都會快 不要跌得快 Remind也會很快 所以不要 那些 7天 節食 什麼都 只要喝水 你減多減到 我減了10磅 但是這些機會 都是很厲害的 嗯 而且會弄到身體不好 有什麼不好 有什麼不好 我試過減太多 會脫頭髮 這個我就比較緊張 因為頭髮 你脫了很久才生出來 所以 我就不喜歡太瘦 這也是一個風格 如果你減太極端 如果減太極端的話 這個是浪 脫頭髮的話 所以就不要 我都不會建議女生 吃低過1200kcal 正常的女生 不要吃低過1200kcal 因為女生有很多 抗耳梦的影響 我們經常說 男生只有兩個按鈕 女生有1000萬個按鈕 你彎了一個按鈕 彎了的話 就很難解決了 尤其是那些抗耳梦 OK 變成情緒有問題 或者你的 Cortesol Insulin 或者很多不同的事情 會發生 例如你的 Phyroid 都會影響了 那就變成 難搞了 如無意外 香港的健身室 星期四就會開回 趁健身室還沒開門之前 現在就坐在家裡 乖乖地 寫下目標 寫下訓練program 希望你們可以有計劃 去進行訓練 記得大家 comment share like subscribe 多謝大家